2013年洪仲秋事件 当时总统蔡英文 担任民进党党主席 头上带着国防部黑布条 到凯道静坐抗议 如今黑鹰坠机意外 举国哀痛 却成了国民党 拿来作为选举操弄议题 前景大教授叶玉兰 PO出这一张假照片 当时静坐的蔡主席 上方还有辱骂国防部布条 叶玉兰在脸书写下 看到三军统帅 为殉职将士扮追思 很感动 但想到这一幕 当时的蔡主席 如何羞辱国军 还tag照片与内容 并无虚假 现在被抓包 原来龙是假 仔细看看布条照片 和小鹰照片 硬是被合成 搜法初略 网友通批前景大教授 知法犯法 狂酸查证能力 比国小生还不如 更直呼太过分了 下架国民党 更呼吁叶玉兰 自动退出不分区 叶玉兰这才发文道歉 说未经查证 将合成照上传的行为不妥 跟大家致歉 但道歉真有用吗 毕竟黑鹰坠机 国家同事八名优秀将士 国伤期间 叶玉兰自诩为军警发声 却把将士罹难 拿来消费 即将要进入国会 你居然不查证 就登出这样的照片 伤害我们的国军士兵 你们要不要先找叶玉兰 出来跟大家道歉 跟所有的国军士兵道歉 关于合成照的事 不行我在监狱上面 叶玉兰散布假消息 企图造谣抹黑 选前倒数阶段 叶玉兰到底是选前送分的 朱队友 还是真能为军警发声的 好战友答案 不变自明 三宣镇龙马推广SG小组 台北报道